最近的股市是真火 你看这个火体现在什么上呢 什么人都来炒股来了 你看现在很多在校的大学生 据说都拿着手机啊 用软件天天炒股 当然他用的是自己爹妈的钱 还有一些老年人呢 一些这个大叔大妈大爷呢 用养老金 又领在这退休金炒股 颤颤巍巍的就看K线图看不明白 手机都按不明白呢 天天也在那谈论股票 甚至比较极端的 上个月底 我在这北京金融街那 把车停上下车 迎面过了一位呢 正打着手机的朋友 这人干嘛的呢 看那车打扮呢 就是麦当劳那个送外卖的个 快送的个 他打手机声音挺大 说什么呢 你看让你买你不买 我那都俩涨停了 你看那能赔钱吗 人家那企业干啥都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是啥你都不知道 你看送外卖的 这都研究到这个程度了 你说在这种情况下 这可以说全民炒股 接连几个月的股市 屡创新高 大众的炒股热情 也随之日益高涨 众所周知的小燕子赵薇 去年投资31亿港元 购入阿里影视股票 仅仅几个月 便将50亿港元揽入囊中 今年 赵薇副副 又投资锐东集团 仅6月1日一天 便获利74.3亿港元 在这轮全民狂欢的牛市中 身家上福的不止明星 陕西新平县 还出现了一个炒股村 村民白天忙着炒股 晚上加班干农活 南流村全村 目前有一百多名村民 开户炒股 这股热流中 他们有的赚了几千 有的赚了上半 比特比我们中账截 有强力度 所以我们一方面 埋头中账截 一方面还有抬头看熊市 看国家这个大口熊市 要给国家的东西 我不法去签金 就最近即使电视机前的 你不炒股 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家人 也一定会炒股的 那么说炒股是 为什么这么大吸引力呢 挣钱嘛 那是真来钱 刚才我说 2547只股票 就14只跌的 剩下全涨 就几乎你买啥都挣钱 这么前不久 央视利用他的微信平台 做了一个调查 说大概有9%的人认为 我赚的都翻倍了 甚至翻多少倍 有52%的人呢 说我小挣一笔 挣住了 有23%的人呢 说我也没挣着钱 但也没赔 只有不到16%的人说 我反而赔钱了 这还得说赶上 5月28号这样的股在日 赔着来 而5月28号之后 这股市又强势反弹 又上来了 就他是真挣钱 那么这个挣钱 挣多少钱呢 有那么一个说法 这是有一个统计数字 说现在全国人均 从A股市场上 挣14000 就一个人得从A股市场 挣14000 挣的比较多的上海人 上海人人均是 股民是15万6000 北京呢 挣了8万多 为啥这两个地方 挣的多呢 就是说上海 那个老股民多 对着股市很熟 北京又不一样 北京天天看新闻联播 看着政策走向 一看这事好啊 这一带一路啊 有什么这个 释放什么资本市场 等等等等 北京人挣地也不少 但是你看全国说人均 挣这个14000 这可不是个小数 你想加持得多少钱 那么这个时候 有人就提出疑问了 你说这人人都挣钱 当然了 有的只是把以前 赔的挣回来的 因为潮股有个特点 这股民 他挣钱了 天天跟你宣传 他要赔钱不支撑了 还有的呢 是因为钱 被更多的机构给挣钱 个人散户并没挣那么多 但不管怎么说 这一波大牛市 散户是肯定挣钱了 那么这么多人挣钱 谁赔了 这么多人挣钱 这股市不像别的 除了说有些企业分红以外 基本上是股市这大盘子 大家投入到多少资本 进行炒股 那么最后这钱是不变的 甚至会越来越少 为什么 国家还要从里收税呢 收印花税啊 有些正常公司要收佣金呢 所以这个盘子 不会扩大 那么也就是说 这些人挣钱了 一定有人赔钱了 那么到底是谁赔了 全民都挣钱 他挣的是谁的钱呢 其实挣的谁的钱 你等股市到了一定高点 谁还不抛 谁还攥着呢 等到股市往下一跌 你看攥着股票的钱 赔的就是他们